哇 有够尴尬了 说好国会改革 绿营国会改革吞五连拜呀 这个看起来没有人想支持吗 万年总招悲剧又重演了 告诉大家在4月18号 4月22号 4月25号 5月6号 5月8号 这个绿营想要推的国会改革 却吞了五连拜 而且都是刚好是由立委中交兵来担任 轮值司法委员会的张伟 吞下了五连拜 这背后我们就赖影来追踪了 其实来看到的是立委沈柏阳 他包含了明代附中纳管修法 蓝白联手封杀 那大家就在看说 其实这回绿营想要推的 好像很多的都被蓝白给联手一起做掉了 那柯建民就表态说 傅宽奇之前急着附中 现在又阻挡修法 目的就是要续行 中国所下令的修正版渗透法 为所欲为倒行逆时 但是我们也同步来看看是立委洪宣汉 他说蓝白今天遏诊了 这个沈柏阳刚提到的这个提案 明天就能遏诊更多看不顺眼的委员跟案子 民进党在每一个可能机会都要争取 让蓝白的肮脏手段被更多人瞧不起 好 不过毕竟现在乐盈这个人数 立委人数加财就是没有蓝加上白来得多 所以看起来接下来会不会更多连败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不过其实来看的是 蓝阴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也呼吁这个政府两岸要和平共处 应该要修正限缩陆客的一个政策 而且废止赴大陆的禁团令 他们也呼吁要取消入境大陆游客人数的一个限制 而且也呼吁要成立观光延训宴 以及召开观光国事会议 当然大家也在看了 这个准总统赖金德 到时候520总马上任之后 会不会要不要来这个立院 来个国情报告 甚至来个急问急答 那我们就来看的是 这民营党团干事长吴四瑶 我们先来看这个临时提案 是柯建民移送纪律委员会 其实这回因为蓝白现在 委员在立院加起来是多数的 所以很多的话 这个可以看到新的一个会期 立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绿营也很多很多的就被挡下来 那民营党团干事长吴四瑶 绿营的干事长 他就说已经第五次发生闹剧 认为立法院已经变黑帮 他还特别点名了傅昆奇有够暗 摔手机拍桌咆哮要求散会 只是只要是me too条款 国安条款 国民党就要散会 不过副昆奇他的确他有在怒拍桌提散会动议 因为他说的是会议主席中嘉宾刚提到就不处理 他认为硬是要拖到11点钟 所以国民党就直接就提散会动议了 临时提案交院会处理 同时呢他也喊话 希望赖清德能够履行选前的证件跟誓言 希望这一次呢国会推动改革在520之前 有机会三读通过 让阳光能够照进国会 而民党团总招柯建民就不要再想只手遮天 所以呢傅昆奇跟柯建民再度的火更 那其实来看是立委谢龙姐 他就也提到了啦 好现在传出卷总统赖清德 其实他如果假设去律院国情报告的话 急问急答 假设要成真的话 提库锁定内政外交两岸 立委谢龙姐说一生只监督你议员 只监督赖清德议员的谢龙姐就说 清德兄 驾清就熟啊 大家以为说你磨刀厚厚 没用啦 他很厉害 很会闪 功夫不错 而他也说我对他有信心 吃清饭等你 反正呢总而言之 接下来恐怕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 在立院的咨询 不过当然呢 其实这一回我们刚提到傅昆奇 他拍桌提出散会动议 然后结束 民进党总装柯建民 是在这个记者会透露 当时干事长吴思瑶含泪坐在椅子上头 柯建民说吴思瑶是台湾最美丽的一个脸庞 讲到这坐在旁边的吴思瑶还伸手事累 我们先带您来执集整个过程 傅昆奇不告阿爸 他今天摔手机拍桌咆哮要求散会 这就是把国会当作黑帮的傅昆奇 只要是密住条款 傅昆奇就要散会 只要是国安条款 国民党就要散会 傅昆奇拍桌 国会天咬地咚 但是有一个方面非常反差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要回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注意跟我讲说 董事长你看看吴思瑶 他还在坐在位置上面含着眼泪 所以我们知道 吴思瑶当干事长也这样 包括我们所有的自合好自委员的 大家都尽力在维护整个国会的尊严 我看到我赶快走回去 吴思瑶我们去开记者会吧 这一幕让我想到 台湾最迷运的脸庞 就是吴思瑶的脸庞 好吧 那至于方言音刚才讲说 傅昆奇你不要变成傅近平 傅昆奇你要做傅远平 回头是岸 演绎习近平好不好 傅昆奇就是拿着一个手机 就这样来开会 手机是拿来让他摔的 对应于对面 滑手机的 上网的 嬉笑怒骂的 真的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国会形象 给我们的台湾社会 我们正在讨论国会改革的方案 不是吗 何其的讽刺 执政党党主席 这个赖清德主席 没有出来做任何的意思表达 也没有对灾区的灾民 做任何的道歉 当我们提出以后 今天要问的主席是不处的 要拖到行为 要把他们的案子拿到以后 才会来错 所以我想我们直接提三个章 其实交运会才出 好 吴思瑶这一室内 最美丽的脸庞哭了 含着眼泪坐在位置上 因此来看整个过程 这是其实就在傅昆奇拍桌之后 柯建民在会后在党团记者会就透露 党团干事长吴思瑶 在散会动议之后还含着眼泪坐在位置上头 因此自己才走回去 叫吴思瑶来回党团开记者会 还打趣表示说台湾最美丽的脸庞 让吴思瑶也害笑着笑出来 不过来这个最美丽的脸庞 马上被脸书粉妆 政客爽来PO文 说台湾最美丽脸庞大赛 周子瑜 林志玲 杨景华 张军令 等等均在后台休息 吴思瑶打开了休息室房门 问了一句 你们准备好谁真第二了吗 好 当然这是反风法 好 我们另外呢 同样来关心的是 这回呢最新的连线焦点在立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好 今天所针对的国民党所提出国会的改革的法案进行的朝野协生 过程当中因为呢冲突不断 双方争论不休 吵没完 赵伟最后才是择期换个日子再来协生 不过就在立委呢 政天才说明提案内容时 张瑞雄却说 你不要到这边来乱出草 你连话都不会讲 你当白幕 这话现在引发大家的讨论了 最新的立院的现场 我们时间先连线张良好 好 主播观众 今天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中午的时候进行了党团协商 但是呢 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 以及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 这一段话却引起大家不少讨论 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 如果主席要停在十五条之二 那就再择期协商 我们接着十五条之三继续开始 不要到这边来乱出草好不好 是你让我发言的 话都不会讲 本来没有要发言的 你这个叫白幕 谢谢你让我发言 你当头目 你当白幕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头目 那个有标准的呢 不是随便可以当的 可以听到张瑞雄是叫正天才 不要随便来这边出草 那正天才的反应当时也是笑笑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今天协商了一些的法案 那最后是要交由这个院会这边 来进行表决 等于是有点协商破局了 因此才有了这段对话 以上掌握最音情形 主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